有人跟我说如果这两个人你非要惹一个的话 那还是选小的 因为小的急了有大的按着 可是如果大的疯了 小的会跟着一起疯 这话作为好大儿的妈妈特别认同 你们看一般我都是跟自己好大儿谈心 虽然收效甚微 不是愤怒到几点的时候 一般我不找长毛兔 谈崩了不好收场 这一点我好大儿也跟我说过呀 长毛兔虽然看着温顺 真惹急了可比过年的猪都难按 就比如说浪浪之夜那一次 就是要跟我好大儿一起步选区 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成功的激怒了长毛老师 于是双千就来了 再比如说前两天的咖啡卡点 咖啡怂怂的把卡点删了 长毛老师开始激动的咔咔卡点 并且带动了一番官方卡点 于是果园的队伍就又壮大了 所以那些不愿意承认的 喜欢一个烦一个的 或许只有你们保持安静 才能让事情暂时平静 要不就让他俩好好过吧 好